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餐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敬雅给大家分享志愿法师的往生之路 我会分几集供养给大家 希望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 坚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 所谓的往生之路 还是平常讲到的信愿行三资两 想方设法来辅助大家增长信愿行 按照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 信就是对阿弥陀佛有信心 愿就是决定往生极乐世界的愿望 行就是有了信愿之后 修持能往生极乐世界的法门 这里面 信 愿是发起敬业的前导 也是往生的必须条件 不论选择修密 参禅 持明 观想等的哪种法门 都一定要具足信愿才能往生 如果没有信愿 就不能成为往生的根器 这一点大家务必要特别明确 如果你已经铁定了心 今生一定要去极乐世界 绝不改变 那一定会在你的行动上体现出来 下至会把不失一碗饭的功德 都回向西方 所以真正有信愿的人 一定会把平常修行的功德 全部回向在往生上 没有这个行动 就说明你还没有下定决心 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打个比方 你如果真有想买一幢房子的愿望 就会把平常挣的钱一笔一笔都妥善地存在银行里 作为买房基金 等到你资金充足的时候 就可以买到这桩房子 如果你买房的愿望是真实的 那一定会付诸行动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真想在极乐世界的七宝池里 得到自己的一个连台 那么肯定会把平常修行的每一笔善根 都投放在这上面 会把功德回向在往生上 这样往生的资粮一旦积累充足 就能顺利往生了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重点 就是要强化信愿 使得每一个人能真正生起信愿 这就是推动敬业修行的极关键的前导 因此要再再强化 强化的途径 也没有别的窍门 还是要加强对净土经教的学习 使得你对于阿弥陀佛的怨海 极乐世界的殊胜功德 往生净土的必要性等等 再再地加强认识 从这里会强有力地生起信愿 至于行门 我主要讲解持明念佛法门 我们下面的听众有很多种情况 有一部分人主要修持持持明念佛法门 有一部分人修持其他往生法门 我要讲的是持明念佛 如果你不属于这种类型 那就应当做相应的转换 看看我讲到的方法要点 能不能用在自己的修行上 在这方面要灵活掌握 总的来说 希望每个人都能有一份敬业的修行 不管你是持明 持咒或者修破瓦法等等 这些不拘一格 大家的共同点就是强化敬业 从而常伴往生 无论是持明 持咒 观想 或者万善兼修 都要以坚定求生西方的窃愿设持 来做回向 总之 要把握住性 愿行 这三个要点 来达到往生 第一篇 燕丽娑婆 心求极乐 善导大师在《波州赞》中说道 须知 入净土之源起 处娑婆之本末 也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 往生极乐净土 处理娑婆会土的根本因缘是什么 大师又说 凡夫生死 不可贪而不业 弥陀净土 不可 轻而不心 燕 则 娑婆永格 心 则 净土 常居 意思就是 我们对生死轮回 不能有贪恋之心 否则 就生不起 燕离心 没办法 从中解脱 而且 心里 不可以不重视 极乐净土 否则 生不起 心求的意乐 就 没办法 往生 这样就知道 往生的关键 在于 生起 燕离缩婆 心求极乐的心 而这种 心燕之心的根本 就是 初离心 因此 我首先要强调的就是 初离心的重要性 它是往生的必要条件 也是 基本条件 所以 我们从这里 开始讲起 一 初离心 对于往生 至关重要 当今时代 大多数念佛人 普遍存在的问题 是信愿形 不道量 不能说不信 但是 这个信心 不够圆满 也不是 没有愿 但是 这个愿力 不够坚定 也不是 没有行 而是 不能精进 为什么 信 愿 行 不道量呢 根本原因 就是没有 初离心 有了初离心 自然能够 艳离 缩婆 心 求极乐 这样 在 信愿形 上面 都能达到彻底 那么 该如何 培养 初离心呢 这 这不是 口头上 说说 就能有的 而是 必须通过 长期的 文思 启发 清静的 智慧 从而 在 见解上 获得 决定 有了 这个定解 心 就会 发生 猛力的 变动 从这里 就会 出生 强大的 信 愿 行 具体 该怎样 产生 定解呢 这里 必须 要把握好 两个要点 一个是 认识 苦地 另一个就是 认识 极乐 世界 不可思议的 功德 庄严 也就是 一方面 一定要看到 娑婆 世界的 苦 真正 看透 轮回 唯一 是苦的 自信 非常 可怕 另一方面 要清楚地 认识到 极乐 世界 具有 无比 殊胜的 功德 是 真实 安乐 的 体系 升起了 正确的 认识后 对于 整个 轮回 不再 抱有 任何 希望 彻底的 艳离 缩脱 并且 会一心 坚定地 求生 西方 极乐 世界 如果 内心当中 发生了 这样的 转变 那么 自然会 出生 道量的 信 愿 行 也就是说 这时的 信 达到了 圆满 完全相信 轮回 纯一 是苦 相信 弥陀 愿海 就是那样 不可思议 阿弥陀佛 决定能 就把我 出离 生死 苦海 对于 阿弥陀佛 生起 无比的 信心 这时的 愿 也达到了 坚定 心中 没有 一丝 一毫的 犹豫 一心 想要 摆脱 轮回 唯一 希求 往生 极乐 再没有 别的 想法 这时的 行 也 具足了 精进 在 信愿的 推动下 会 实实在在 全力以赴的 行持 像这样 信愿 行 就很 彻底了 偶艺大师 在 弥陀 要解 中 也说到 信愿 为 会 行 持 明 为 行 行 得生 不得生 全由 信愿 之 有 无 品位 高下 全由 持 明 之 深 浅 故 会 行 为 前 导 行 行 为 正 修 如 木 足 并 运 也 说的 就是 这个道理 我们都看过 很多 有关 往生 净土 方面的 传记 能很明显 地发现 凡是 往生 的人 都具足 真实 道量的 信 愿 没有 一个例外 而 生起 道量的 信 愿 必须 在 关键的 要点上 下功夫 也就是 你的心里 要聚集好 它的音 出离心 否则 虽然不能说 信 愿 行 完全 没有 但是 达不到 量 不合标准 也不会 有大的作用 这就好比 我们要 生火 首先 必须 把燃料 放好 各方面的 因缘 集聚完备 达到一定的 温度之时 才会燃烧起来 如果温度 不够 各方面的条件 不圆满 始终 是无法 点燃的 二 出离心的 标准 关于 出离心的 标准 高一点来说 就是对于 缩婆世界 对于 整个 三界 轮回 下至一刹 那的 羡慕心 希求心 也没有 但是 这对于 现在 大多数人 来说 一刹那 不离开 求解脱的心 这太高了 做不到 有时候 遇到一些 悦异的对境 很可能 会忘失正念 这也是 情有可原的 毕竟 作为 末法时代的 凡夫众生 心里 确实很难 出生 强大的 对质力量 所以 我们不从高处 谈 就只从 最基本的来说 也就是 大多数人 不一定有 因缘出家 或者离开 维持生活的 正常工作 去深山里面 闭关 修行 但是 从最低程度 来讲 一定要有 出离的想法 也就是 在自己的心里 轮回世间 和极乐 净土 这二者之间 以净土的 心为重 这就是 出离心的 基本条件 如果 连这种 最起码的 心态都没有 那就很危险 因为平时 都不能这样 把握住 自己的心 到临终时 更不可能 把握好 所以 每个人 都要辨别清楚 在心上 做出正确的取舍 否则 一辈子 昏昏噩噩 到头来 耽误的是自己 我们还有下一集 请大家 继续收看 南无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